好 各位周末大廚的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好 大家好 一周两天解放你的料理魂 又到了礼拜五的晚上 然后非常感谢继续收看周末大厨 那记得赶快分享按赞咯 分享按赞 我们今天的礼物非常非常的好 竟然我们有送了这一支刨刀 那这支刨刀可以做什么呢 这支刨刀可以刨番茄 还有现在芒果季来啦 所以刨芒果也非常好 而且你知道以前番茄我们要烫过 然后再把皮去掉 那现在有这支刨番茄刀完全不需要 而且它刨出来皮非常细喔 我随便刨一个姜 你看 这么薄喔 对 你看 这么薄 而且好好刨喔 这么简单 你看 你看我这样轻轻松松的 然后你看这个姜 姜皮是透明的 是整个是透明的 非常好用的一把刨刀 所以只是用削番茄这样 对 削番茄皮也可以 所以有时候做沙拉就不适合去烫过 所以直接刨皮就好了 那非常好用 所以你只要按赞 然后分享就可以得到 就有机会得到这一支刨番茄皮的刀子喔 那赶快去分享按赞喔 那不管是番茄皮 不管是芒果皮 不管是奇异果 都非常好用 对 就是软皮的特别好用 那当然硬皮也可以 比如你要刨 刚刚比如说这个姜啦 还有比如说你要芹菜 当然可以 苹果也都可以 好 那我身边这一位呢 非常美丽又漂亮 非常可爱的营养师 来 我们来介绍一下 我们的营养师喔 来 你的手版给大家看一下 好 我们先来欢迎她一下 好 那你自己介绍一下吧 我自己介绍 对 嗯 我是金 我是金碎 对 那大家可以叫我金碎 这样子 对 那我目前是在学校当营养师 就是已经六年了这样 那我营养师 就是有营养师的症状 那目前也刚考到 就只有营养师的症状 就要掰欸 营养师很难考欸 那再来是那个健康促进指导 也是我最近刚考上的这样子 哇 那还有就是那个 食品安全管制系统的合格证书 这样子 对 好厉害喔 那我们 因为我一直跟她讲 因为她的名字很难念 叫做红金碎 可是金碎金碎就是金碎啦 这样知道吗 那真的很漂亮喔 我们金碎真的很漂亮 那今天观众有福了 你们有关营养学的问题 可以赶快留话来问我们的营养师 而且我们今天啊 有特别特别的主题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养颜美容的料理 哇 那也吃的水水水样 这个每个人都爱 对 然后不只利人又利己 对 所以学会这些料理 那其实有时候是很简单的概念而已 对啊 然后我们今天煮的料理也很简单 很简单 对 但是我们可以来听听营养师 怎么分享 就是今天的料理到底有哪些 可以让我们金碎啦 可以跟营养师一样美丽 跟菜籍一样美丽啦 没有 这个站在旁边压力很大 你知道吗 这么漂亮一个小女生这样子 哈哈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非常欢迎我们金碎来到我们现场 然后赶快哦 你们有什么样营养学的问题 减重的问题 这个我非常需要 因为我们上这个礼拜 对 才刚去羊瓶的节目 对 才去录影 然后也是谈减重的料理 对 然后他真的非常专业哦 所以赶快有问题 赶快问问题 赶快问问题 然后到底要怎么样养颜美容 或是食材里面 含有什么样的营养学 或是日后希望我们的金碎呢 可以来到我们节目里面 分享什么样的主题 都可以留言留言 那不要忘了现在赶快 赶快去分享 就有机会得到那只刨刀 好 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第一道料理 非常的特别 我们是要做一个小米粥 对 那我来做小米粥 然后你来告诉大家 小米粥到底有什么好处 好 其实小米粥它其实里面还有一个 非常特别的必须胺基酸 是我们人体没有办法自己合成的 就是一定要靠我们饮食这样 额外来补充的 对 那它的必须胺基酸是叫做色胺酸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那其实它是在于我们大脑里面的 血清素的一个原料 所以说它血清素 应该是说色胺酸在我们摄取之后呢 就会有一些让我们释放一点点的愉悦感 然后会有点放松的感觉这样子 所以说它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 助眠的一个食材之一这样子 对 所以我们这阵子都在研究小米蛋糕 对 那现在小米也可以来做小米粥 那今天我们不只做小米粥而已 我们要结合我们的鲑鱼 对 那我相信这个小米粥再结合鲑鱼 应该要怎么样让我们变美丽 里面有什么样的学问 主要是因为小米的本身是可以助眠的效果 所以说让你比较在睡觉的时候比较放松 那你自然就会比较睡得好 自然就比较不会有一些黑眼圈 或者是说或者是说就是说怎么讲 好像记忆力也会比较好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鲑鱼它的油它是好的油 就是Omega 3的油比较多 所以说它对皮肤也是有一些抗发炎的一些的效果 这样所以这样就是可以让皮肤变漂亮 所以应该是老人小孩女生男生都可以的 非常好的鲑鱼跟小米粥 那我们现在用什么锅来煮呢 就用这个3.5公升的小压力锅 因为我今天的小米粥只有这样一点点而已 那因为现在有时候人口不是很多 所以也不用煮太多 但是我们用这么一小杯的这个小米呢 那水我们先放大概它的三倍就够了 所以你看哦已经滚了 已经滚了对这个锅子有够快的 那到底小米 其实小米我是完全没有泡水 洗干净就好 那一般可能要泡个水 你会用电锅可能会比较好煮 那我们今天用这个小压力锅 非常非常简单 我们就是把这个酒也放进来 然后我刚刚这边只有放水而已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枸杞 先放一部分进来 那一部分我等一下再放 好 好 好那现在就是盖锅盖去煮就好 完全没有任何的技巧可言 就这样 对就这样子 好而且你知道吗 对你知道这个小压力锅非常好用 不管你是煮红豆汤 因为红豆汤很难煮嘛 所以我们有时候红豆汤用这个小压力锅 来煮非常好用 好然后煮饭只要一分钟 嗯这么迅速 一般我们煮电锅要煮多久 至少要二十分钟啊 然后跳起来还要焖 好那这个压力锅只要一分钟就可以煮饭 好然后所以你煮粥也是一分钟 对好非常迅速 所以我们就算是回家有时候 你迅速要煮个料理也非常方便 好那比你去买便当还要快 对好所以我们就让小米先在这边煮就好 好那我接下来要介绍的下一道料理就是 我这边已经有先帮各位煮了大骨高汤 对然后上面呢也是可以养颜美容的 就是来我们来看一下是我们的什么料理呢 哦对是白木耳 一般来讲白木耳也很难煮的对 白木耳超难煮的 然后大骨高汤也超难熬的 对所以一定要用这样子的一个压力锅 好就会非常的厉害哦 好所以我今天大概回来 嗯刚刚的时间有一点不够 有点烫 我来等一下我拿一个盘子 因为非常的烫 我今天大概煮了不到差不多40分钟 嗯 嗯 真的很烫 真的很烫 我们的灯会怎么一下子亮一下子的暗 所以你看哦这个压力锅 对下面一个大骨汤上面再顺便再做一个 一道料理 是不是很方便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嗯 这个快锅呢 就是我们传闻中 可以练鸡精的锅 的锅 所以我们有时候把鸡放在这边 鸡精就一滴一滴滴下去 对 所以你今天不是刚刚有喝那个洋葱 苹果精 对 也是这样煉来的 超好喝 就是把洋葱放在这边 苹果放在这边 然后这样一滴一滴滴下 一滴水都没有放 哦 对 就是这样滴出来 所以它非常的精准 今天好喝吧 好喝 真的很好喝 你看 比较 比较纯一点 就是味道也很好 当然 而且不会辣 对不对 很甜 对 没有那个洋葱的那个细腦味 对 而且我跟你说 我们 呃 金水呢 刚刚呢 是本来来的时候 应该是没有什么声音的 对 然后现在 还可以翻出声音 已经算不错了 所以可见刚刚的洋葱菌 有包围的 它的效果 对对对 非常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有谁进来了 你帮我看一下 美慧 哇 还有 莉美吗 哇 还有雅精 好 非常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有没有什么问题 问我们营养师啊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我 我现在这边有一个 白木耳已经好了嘛 对 那你帮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白木耳 好 然后 放一点冰糖 冰糖 我们冰糖也不要放太多 就这样就好了 我刚刚在放冰糖的时候 然后我儿子就一直说 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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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但是 不行 现在 正在我们的减重期间 不可以放太多 好 所以我们把冰糖放进来 好 那 可以放一点枸杞吗 可以啊 好 因为它还很炕 所以我们这样就先把它放进来 对 那 那 今次你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 白木耳啊 然后有什么样 对我们女生有什么好处呢 然后 好 对对对 因为我莲子已经先煮好了 好 因为它如果跟它一起煮的话 这莲子太容易烂了 好 所以 因为白木耳很难煮 好 所以我就把白木耳先 跟大火高汤一起熬起来 嗯 然后我现在再把 那个 莲子放进来 所以你好好的 我们以前只知道吃啦 对 然后不知道到底 呃 这些东西食材结合在一起 到底 有什么样的好处 好 所以你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其实这个白木耳它 呃 有一些蛋白质啊 多糖皮啊 还有一些膳食纤维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说 它膳食纤维就是可以有一些 提供我们的 饱足感的这个部分 对 那主要最重要就是说 它有一些 植物性的胶原蛋白 嗯 所以说它 是一个 呃 养颜美容的一个盛品 可以这么说 好 那再莲子的部分 它就是可以 一样就像刚刚的小米一样 它里面一样有那些 呃可以助棉的一个成分 哦 所以说如果说在晚上的时候 可以这样喝一杯这样 其实等一下就会很好睡了 哦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料理应该 等一下就会很好睡 今天晚上会很好睡 对 好 好 那枸杞的部分 其实大家都知道它就是 有保护眼睛的功能 嗯 嗯 对那其实它呃 在药膳的这个部分 就是呃 我在一本就是 药学博士的那个书籍里面 有看到说 它其实也有 铺感的这个功用 哦 就是可以可以对脂肪肝也是有帮助的 这样子 对啊 那红枣就是氧气补血嘛 对 对 所以它是对女生 或是对 其实对老人 小孩啊 男生都OK 都OK 对啊 非常好 对啊 所以天天喝也没关系 嗯 如果怕太苦的话 其实就是建议一周 可能就是两到三次 哦 对 好 所以赶快 不管是为自己 或者是为妈妈 你只要在母亲节 炖上这么一碗这种 冰糖 莲子的燕窝 一定很甘心的 哦 然后我们就赶快学起来 其实也没有什么技巧 因为其实你这个煮 炖高汤的时候 就是自动就刚好可以炖好一种了 对 非常方便 然后你帮我们盛一些出来 然后放在前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好 那我这边的小米粥已经差不多了 我就先熄火了 哦 我们刚讲一分钟嘛 所以 就刚刚金碎讲的话的时间 应该照着一分钟我们已经煮好了 好 那我们先把它放后面 让它卸压一下 哦 你看哦 我现在就是两条线 我现在还打不开 因为它没有降下去的时候 我现在是打不开的 这是一个自动上锁的一个压力锅 不需要什么锁 通通都不用 哦 因为这个发明的是一个物理博士 哦 所以基本上它只要上压以后 它就自动上锁 自动撑住 全世界最简单的压力锅 全世界最好用的压力锅 也是最快的压力锅 非常非常好用 而且非常简单 哦 你只要会丢东西 它就自己会帮你煮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小米粥丢进去了 对 不用做其他的工作 好 好 那我们就放旁边让它慢慢的锡拉 哦 那我们就可以来做另外一道料理 对 好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 呃 另外这一道是我们的姜丝汤 对不对 对 姜丝 对 肉丝 姜丝 瘦肉 蚝拉汤对不对 对对对 哦 那我的蚝拉我来拿一下 嗯 嗯 你刚刚不是很难 我又把它冰淇淋了 我想说不要放在外面 好 蚝拉是煎吧 我本来开这道料理是没有蚝拉 对对对 然后其实那时候要加蚝拉还不错 对对加蚝拉 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要加蚝拉 因为其实海鲜里面它的那个 心的含量是蛮高的 嗯 所以说它对于一些修复伤口啦 或是抗发炎啊 或是一些抵抗一些感染 其实都还蛮 蛮 蛮有用的啦 所以说我才会介意 那个菜姐要加个蚝拉这样子 对 对 对我们以前只知道要加一个 做一个瘦肉汤 还不知道要加蚝拉 原来加蚝拉有这样的功效 没错 好 好我们就是把这个大骨高汤 我们自己熬高汤 就不需要放什么调味料都不用 好香啊 我忘了把油沥掉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 例行我们的减重计划 所以我们要先把油给沥掉 我倒下去也发现上面有油 对不对 对 你看这个糊非常好用 因为我今天就是录了一整天的食谱 对 然后有剩下这个薄荷 好香对不对 对 就是把这个薄荷叶放进来 就一壶薄荷茶 对 那我现在必须要用到它 所以有时候这个 一个糊还不太够用 好我先把它先拿出来 好金帅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可以利油吗 不晓得欸 不知道 对啊 我示范给你看 非常厉害 难道它有一个东西可以利吗 还是 嗯 这也是一个原理而已 好 你看哦 它上面有油对不对 对 我现在就先把它利掉 渣渣它也可以利掉 它重点它不是靠这个地方在利油 好 你会发现 我再倒多一点好了 对 对 我只看得出来它在利渣塞 对 好 不管是鸡精 不管是牛肉精 它上面还是多少少少会有油 对 对 那我们要怎么样 让你看我们那个鸡精 我们瑞康不是有卖那个鸡精吗 对对 它验出来的脂肪 对是零脂肪 对 那其实它除了本身 鸡精很精纯之外 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油水分离 然后把油整个沥掉 对 那我们前面先倒掉一点 那你注意看哦 它油是不是在这上面 有没有 油是不是浮在上面 油在这个上面对不对 好 来 我现在倒 这样倒 油有倒出来吗 油是不是都在上面 对 对 因为我们的骨嘴是在底下 所以现在油 因为它会浮在上面嘛 所以我们怎么样都不会倒出我们的油来 有没有 对耶 对所以整个油都不会被都不会倒出来 现在出来的 它整个在上面就对 对整个都在上面 你看它还是浮在上面 有没有 对 对所以这个非常好用 非常好用 对而且以前我在国外发现呢 它是塑胶的 所以我一直都不想浸 对 那这个是我们台湾自己研发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耐热的玻璃壶 对 所以你可以放它放在这边也可以加热 非常好用 所以有时候我 哦 它可以加热 对它也可以加热 它可以直火加热的 所以那个玻璃是很好的玻璃 以前我们以前要用高汤都还要冰过一个晚上 对再捞起来 对 对 那有这个糊就方便了 你看我们就这样子 好我现在把它再点火一下 再加热一下 好我们要姜丝嘛 对 刚刚是一个很好削皮的刀 那这一支呢 它不只可以削皮 它有两个功能 它另外还可以刨丝 是意思 对 我的工具很多 天啊 哎 刨丝多 切丝多难啦 对不对 我就这样刨就好啦 好优雅 对啊 是啊 不用啊 你看我就这样刨一刨 它不是一丝一丝的吗 有没有 它就一丝一丝的 然后超方便的 那我也不用拿三板 我就用切 对 就很快啊 有没有 它在削皮 就是切实 对 对 我就是很喜欢玩这些 厨房的小工具 而且它整支是不锈钢 对 非常好用 然后不是刨片 刨丝 刨皮 都可以 轻轻松 你看 一条嫩姜快跑完了 对 很快对不对 对 好 超厉害的 好 那我的姜丝汤 对已经滚了 好 那我就把这个瘦肉放进来 其实这个腰内肉也有稳定情绪的效果 哇 那我们今天 所以我说等一下就真的可以好好睡 对真的好好睡 对真的好好睡 有朋友说用来刨牛棒吃 很好用 对真的 真的非常好用 一定是也是我们的爱用者 对 好 肉丝 我没有腌任何的东西 就是把瘦肉放进来 就是腰内肉 腰内肉 对都是瘦肉 可以再多放一点 对 我发现我的料太多了 对 哈哈 好 还要再加热吗 你火熄掉 对吧 好 大概在等它滚了以后 我把鹅仔放进去 这道料理就好了 就好了 对 有时候我们晚上回来 没有什么东西吃的时候 对 这道料理最好 就很快 对 那我们现在如果在减重 适不适合吃这道 OK啊 因为像这个瘦肉的部分 因为它是腰内肉 所以它的脂肪含量 就非常的巨大 所以说在减重的时候 也是蛮适合的 对 而且海鲜又是低热量的东西 对 对 好 放一点鹽巴 对 然后白胡椒粉 好 这好适合当宵夜 是啊 然后这个锅子 我觉得很喜欢 是因为它很方便 那个单饼锅 对 就是很像我们 有时候在菜市场看到的雪瓶锅 但是雪瓶锅本身它在 嗯 它如果雪瓶锅 它有时候是用铝去做的 那我们这个是纯不锈钢 哦 这 要下去 对 我也是觉得怎么那么多 哈哈 要这么多吗 对 我们香配 每次给的料都很实在 对 什么都很搭 什么都很多 对 好 这样子就可以熄火了 因为我们的锅子还有余热 所以焖一下就好了 好 然后这个盖子非常好用 因为它的盖子很厚实 嗯 然后整个是不锈钢 这个也是不锈钢中空 所以你看我刚加热它也不会烫 对耶 对它不会烫 非常好用 而且这个盖子刚好跟我那个3.5公升的压力锅 可以共用 对 等一下可以盖给各位看 好你看 这样子一道料理就好了 对 那我把它 对又完成到了 对又完成到了 然后如果 欸你回来的时候 吃肚子饿的人啊 可以加一把冬粉 也可以 哦可以哦 对 好 好 你看这样鹅啊都没有收水 对 完全蒸才实 对不可以煮过头 对 对 这料真的好多哦 对这 料好实在 对 好香哦这个 对 然后我们就这样简简单单一道料理 哦 然后 确实可以让自己变美丽哦 真的 对 哦 你看哦 来 好 好 好 这是第一道养颜美容料理 这是第二道养颜美容料理 对 然后第三道 对 第三道 第三道我要煮什么 哈哈 是菠菜 对对对对 对 因为你那天跟我讲说 吃饱一定要有怎样 一定要有搭配维他命C 还是什么 然后我是说吃肉啦 肉一定要搭配维他命C 哦 对 因为瘦肉跟 跟那个维生素C结合的话 它就会自己 就会产生椒原蛋白 对 所以这样可以这样去组合啦 对 所以我就想说 哎 我就找找找找 找到这一道 我觉得还蛮适合的 而且 因为我这个菠菜买回来啊 我就想说 可以一次好几用 所以我等一下小米粥也会用到它 然后果子也会用到它 但是我就想 我们这一锅好了 我们先把它完成好了 嗯 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小米粥 小米粥 你看 这么厉害 它真的变小米粥了耶 对 变那种 你看 真的耶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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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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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粥 而且 很稠 有没有 对 对 我就是想说 再放一点高汤 放这个吗 对 再把它放进去 这样又会更好喝 对不对 更好吃 对 这样够吗 可以 好 好 好香喔 对 好香喔 然后鱼再放进去 对 鱼再放进去又更香 好 其实我从小就很爱吃鱼耶 真的喔 对我从小吃虱目鱼长大的 哇 人家说鱼的那个油脂是还蛮不错的 对 我们人家都要吃鱼 真的 尤其虱目鱼 对对 我记得我妈妈每天都一定要煮虱目鱼 好 那我这边有一个鲑鱼 我可以把它弄成鲑鱼浆 然后放进去就比较好吃 鲑鱼浆 对我可以把它做成鲑鱼浆 嗯 其实这个鲑鱼也是 就刚刚讲的嘛 它的油脂是蛮好的 所以说在 其实在减重的时候 其实也蛮适合吃这样子的 因为它好油 不胖会变胖 真的耶 怎么变鲑鱼浆啊 就用我们的巴蜜死 搗碎就可以了 搗碎就可以了 对 把皮先去掉 然后这个 刺 刺也要去掉 刺也要去掉 所以等一下把它架在这个里面就对了 对 我把它先打成鲑鱼 然后再来一一夹夹进去 哇我们今天都是下重本了 对啊 自己吃啊 对啊 你在家里也很适合这样吃 就是大家一起这样子 一起吃这样子 所以金醉你在家会自己煮吗 如果回家的时候就会啦 帮我擦一下擦头 一般我现在都是住外面 所以就基本上没有自己煮 所以你会有时候也是会自己下厨就对了 就如果有回家的时候 对有厨房的时候 没厨房我就没办法了 好 我发现 因为我家竟然没有S刀头 哈哈哈哈 怎么会这样子 因为我这一组没有S刀头 我在讲什么你可能听不懂 因为我这个巴蜜斯有分什么刀头 那我只有这个十字刀头 然后这个十字刀头是打冰块的 打水果的当水果的都可以 对 然后这个是做酱料的 你要做沙拉也可以 然后这个是做烘焙的 但是我发现我竟然没有S刀头 哈哈 那可以吗 嗯 那可以吗 用十字的 用十字的打打看好了 好 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啦 但是一般要把它搅成泥 是要用那个S刀头 哦 对 可是你知道吗 我发现今年母亲节 我们在做的活动案里面 对 它是有四个刀头的 就不会像我这么糗 好 像你看哦 我发现 我们母亲节这个就是配四个刀头 对不对 对 哇 四个刀头 十字刀头 好我刚讲的 好可以打冰沙的 好可以做果菜 好 然后做豆浆的 全部都是十字刀头 好 然后这个可以打发蛋白的 做烘焙的 做蛋糕的 好 然后还有一个做酱料的 好 然后就是这个S刀头 我今天就少了这个S刀头 好 然后你看研磨器 好 然后这个这个 那个果汁杯 好 然后是Swiss line十字型的 非常好用的 好 然后另外就是 还有搭配像这样子 非常高级 非常漂亮的一个 不锈钢糊 好 这个不锈钢糊 还有一个盖子 好 然后巴蜜茨 直接在里面操作 做冰沙 非常好用 做果汁 好 非常非常好用 像我今天就是 为了出那个 一杯有感的 那个料理食谱书 然后我这个 这种杯子啊 大概一次要用 大概 六七个 对要这么多个 对要这么多个 因为不然就不够用 对 非常好用 好 好 没关系 我们来试试看 十字刀头 到底可以打成怎么样 耶 可以可以 哈哈哈哈 你看 可以 你看 一下子打成你了 太厉害了 好 太厉害了 好 好 我们就把它 不要用汤子 拿回去 要 把它 汤子在 在这里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好 不用几秒钟耶 对 不用几秒钟 所以如果说 我们要做一个 鱼浆 也是这么简单 我发现 这个如果来做 那个小朋友的 副食品 超好用的 这个就是可以啊 对啊 对 超好用的 好 不可以这样敲哦 好 不可以这样敲哦 一定要用手把它敲出来 好不然就是拿开来弄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然后帮我把这个 泥姜放进来 这边啊 对 把它都放进去 全部下了 对 全部下 好 等一下哦 好 先来洗 不用洗半个就好了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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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再调一下味道 然后 菠菜 放个菠菜进去 它菠菜里面的维生素 也很多 对啊 这样就很营养了对不对 对 有菜有肉 对 而且我们的菠菜呢 也不要过度的烹调 就是 下锅之后 让它滚了之后 就可以了哦 超营养 超健康的 真的 所以小米里面的维生素B群也很多 所以说其实吃这道菜 也会 让我们就是更有体力这样子 哇 好了 不小心又好了 因为其实最难煮的就是我们的小米 小米 但是小米用我们的压力多 竟然一分钟就好 对 超快速 对 超快速的 所以现在把它 盛起来 对 又可以盛起来了 对 因为再看了我就好想吃了 对啊 对啊 好 来 来 让大家猜猜看 这个 我们讲的雪瓶锅 但是它不是一般的雪瓶锅 它是复合金的平底锅 然后这个是20公分的 搭配这个3.5公升 它也是20公分的 然后你看它这个 你这样子是不是两个盖子都可以盖 对 对 然后这样子就是变成一个雪瓶锅 对 这样变成一个干饼炖锅 对 然后配上刚刚那个压力盖 它就是一个压力锅 好 那我们这样子呢 一组今天有个特价 这个组合我超喜欢的 因为这个3.5公升的组合 我超喜欢的 就是这样子 原价15499 今天这样的组合 有很难能够配到这样子单饼的汤锅 这支汤锅可以炒菜 可以煮面煮汤 好 然后像我们刚刚煮一个瘦肉 和它汤 对 也非常方便 好 然后几分钟 一分一两分钟就好了 好 然后这个盖子可以互用互搭互盖 非常好用 做个酱汁也超好的 好 所以这样子只要10999元 超划算的 现在母亲节要赶快去各专柜选购 不然在我们的那个 那个 我们的APP里面 对 也可以直接去下单都可以 好 然后另外就是 刚刚讲的 诶 我们刚刚 有这个 呃 油水分铃壶 对 油水分铃壶的这个 我们刚刚不是内锅煮了那个 呃 大骨高汤 对 然后上面就做一个白木耳 对 然后这个配件它也可以练七七 然后搭配这样的快翼夹 哦 超值的组合 哦 原价25,099元 现在 竟然只要16500 诶那这一支是怎样 有没有看到 五折加购 哦 所以本来是2200 只要买这一组加购 就可以用1100元加购 哇 太划算了 非常划算 那当然要一起加购啊 这种机会怎么可以让给别人 非常划算的一个套装组合 所以不管是8公升的 或是3.5公升的 一定要带 哦 还有刚刚讲的 哦 这一套 妈咪斯的这一套 哦 比我的 还要好 对 对 而且是swiss light 哦 瑞士的今天款 哦 然后一整套 竟然 16888 哦 赶快抢哦 因为 只有三天哦 只有三天 哦 我们周末大厨的时间 只有三天哦 好 那另外就是这个快翼夹 我刚一直在用的这个快翼夹 哦 1800 现在特价1440 也非常的超值 这一支是大家等很久的一支快翼夹 哦 好 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 我们的营养师 哦 他的外号叫什么 哦 这个不可以给大家 他的外号叫什么 哦 金碎他的外号叫什么 赶快留言进来 有机会 可以再抽中 这一支刨刀 这个有点太简单 对 没有啊 前面看起来有用 对 要从前面看到现在 对 对对对 我们当然要留给最 对我们关系 对一开始就开始进来 进来 所以我们的营养师叫做金碎 然后外号叫做什么 很简单哦 但是 简单也要你从头开始看 才会知道这样 对对对 好 好 那 最后呢 我们就是来 打我们的这个金绿汤了 对 而且我们的金绿汤也很特别哦 一样有菠菜 对 而且我们的菠菜 嗯 还要加上这个蓝莓 蓝莓 那你跟我们先分享一下 蓝莓有什么好处 其实蓝莓它 它是在梅酒里面 它的花青素是最多的 有大概有15种以上的花青素 然后再来就是说它的维生素 C也 弹量也蛮高的 所以说 在养盐梅油的这个部分 其实蓝莓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食材 所以大家如果可以拿得到蓝莓的这样的食材 就可以把它加进在料理里面这样子 对 哦 所以 呃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 不是蓝莓 是别的草莓 草莓也可以 複盆子都可以 都可以 对 而且它们对蜜料到也是很有帮助的 哦 对 对 可以是用这个锅子吗 对 我现在先烫那个菠菜 你知道我们 我们青菜怎么烫吗 要不要加水 不用加水啊 蛤 对我们烫青菜是不用加水的 好 然后我菠菜会 连这个根部 对 洗干净就好 连根部一起进来 哦 它比较不会苦 然后营养价值会流整 哦 然后开火就好 哦 先把它洗一下 好 就这样进来就好 盖锅盖就好 好 我们烫青菜就这么简单 然后我们这边来准备我们的香蕉 哦 我们香蕉要半根 要打成泥吗 对 要打成泥 打成汁 对 香蕉也是 也是在色蓝酸这个部分也是含量蛮丰富的哦 嗯 对啊 所以说在稳定情绪的时候 所以牙树会有抗忧郁的这个效果 对 所以说香蕉还不错 哦 所以我们 嗯 嗯 那香蕉 比如说我爸现在洗剩 可以吃吗 香蕉它的甲离子比较高 所以说建议在洗剩的时候就不要吃 就不要吃 对对对 好 好 我应该就吃哦 对 哈哈哈哈 尽量不要啦 尽量不要啦 对啊 因为它的甲离子含量还算比较高一点的 对 它也洗剩的时候会比较 诶 那如果说我不要 我挡给我爸爸了 是没有香蕉就可以 对啊 菠菜 也可以 他 菠菜就OK 冒烟了 关我了 冒烟就关我了 冒烟了就好了 就好了 就好了 哦 我们讲话 对 讲话来讲 你看这么绿 对 然后水分 我刚没有放水对不对 对没有放水啊 好 水分都没有流失掉 对 所以这烫完都不会变黑 不会 因为 超厉害的 对 因为我们的水分不流失 而且它不会 不会 你不用烫太久 嗯 我都快一点拿来吃 我们金碎刚刚上节目的时候 它超级紧张的 对 所以你们要给它加油一下 然后它今天呢 其实又有一点感冒 它昨天很紧张 它是不是今天不能来 昨天还没有声音对不对 对 对 现在不会紧张了吧 现在比较好一点 对 你说声音 声音怕太小 但是大家会听不到这样子 嗯 好 我们就把菠菜放进来 打 我们尽量要把菠菜的纤维也吃进去 对 对 既然打成果汁 但是 我个人是比较建议 就是连这个纤维石都一起摄取 对 那 有些什么 直取它的果汁 不吃纤维 是不是比较不好 嗯 基本上会建议 还是用膳食纤维比较多 然后直接整个摄取进去 会比较好 这样子 对啊 而且它可以帮助一些排便啊 排一些素便的话 那也可以帮 就是把你的一些废物 给你排除掉 也是 可以养盐碼也是有帮助 对啊 所以尽量还是都要一起吃 尽量还是要准处 对 好 好 你看哦 我把冰块直接放进来哦 我冰块也可以打 可以 冰块也可以打 嗯 可以打 所以 这机器太厉害了 对很厉害 所以你知道我那天 那个 我前几天 很辛苦的 对 把那个藕泥给做好了 对 好 然后 早上的时候呢 我拼命 因为那天晚上想说 我记得有一个 有一个芋头 对 我把芋头 蒸好了之后 我想明天早上可以做那个 芋圆牛奶 对 然后我又很辛苦的 把剩下的芋圆呢 芋头 做成芋圆 芋圆 就是加地瓜粉 然后把它做成芋圆 一球一球的芋圆 对一球一球的芋圆 这样子 然后我就跟我们那个妹妹讲说 我们明天早上 对 就可以用芋头牛奶 对 然后再加上那个芋圆 对 结果可以讲说一直捞 一直捞 一直捞 捞不到 因为他全部用巴蜜石打成五行 哈哈哈哈 所以 巴蜜石是不是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对 他现在想到早餐 就想要把它打成五行 对 对 很可爱 马上就不见了 对 马上就不见 难怪我一直找都找不到 你知道吗 人想说怎么一人不见了这样 对 找不到 而且 你看我刚刚打了那个 那个 鲑鱼 鲑 对 然后我清洗也超简单 对 就是这样清洗一下就好 而且这个机器真的太厉害了 大家可以在打那个花生酱 对 好好用 好 你看我这边有这个 呃 有这个 菠菜 有冰块 我就直接进来打 然后我现在把蓝莓加进来 你帮我打一下 按下面 好 我们加一下水 好 我们加一下水 可以开手一下 太好玩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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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了 麻烦了 马上就变成 加水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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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是那个研磨盒的话 连续压 不要超过两分钟 好 都是在允许的范围里面 我知道打果汁也很方便 对啊 对啊 好玩 那你看我的蓝莓 跟那个菠菜 菠菜 已经又无形了 啊我的香蕉还没进去 对 对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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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蕉 香蕉再半根 好 用 把它压下去 没什么难度吧 没有耶 只要会压就可以了 再加个柠檬 怎么样 OK啊 其实我本身不太敢吃香蕉 为什么 不知道 我觉得它的味道 我等一下 人生的 我一定要来好好品牌一下 好 很好吃 我刚刚加了一点黑糖 对 好 然后现在加柠檬 OK OK了 我本来一直叫我那个黑糖 要加多一点 加多一点 但是 现在就是在减肥期间啊 好 加柠檬 好 反正你就是偷把它打进去就好了 好 那等一下我准备一个水 好 好 那你现在就要洗 好 好 对 它要洗很简单 就是 放进来 好 压 这样 它就洗好了 对 它就洗好了 就洗好啦 很方便吧 所以你不用洗果汁雞 就這樣就洗好了 然後就讓它回家 好我們可以倒出來囉 它顏色 對 漂亮 公小飛跟聖地打招呼 公小飛 你今天沒有去露營啊 還是明天 還不錯喝欸 好棒喔 完全喝不出香蕉的味道 你怎麼會怕香蕉啊 我會怕香蕉欸 可是這樣 真的那些黑糖就夠了 不需要太甜 下星期露營 下星期 哈囉 下星期母親姐 欸 我這禮拜要去台中喔 那你應該 我明天 明天就在台中星光三月 明天2點 然後後天 後天我也在台中星光三月 4點 台中的朋友要記得去喔 星光三月 然後下禮拜六 我好像在左營星光 高雄嗎 高雄 對 下禮拜六 對下禮拜六 然後禮拜 下禮拜天 喔 我在那個 A8 星光三月A8 喔 對喔 母親節 先祝大家 各位母親 母親 母親節快樂 母親真的是最偉大的 真的真的 真的 好 嗯 真的不錯 真的很好喝欸 嗯 然後這個 真的要把這個纖維喝進去 真的 對 還蠻順的 對還蠻順的 對還蠻順的 每個禮拜都在玩 這麼好 對非常 所以說有可以去露營那邊實地去做的這樣子 有有我們也 我們每個 欸我們今年 在年底的時候 Christmas那時候 也會辦一個那個露營 我們每年都有一個露營 對 然後帶著瑞康烏的鍋子 就可以去跟我們一起去露營 對 非常好玩 非常好玩 而且我們今年有新的主題喔 對 對 非常不一樣 非常期待 然後有興趣趕快跟我們各專櫃洽洪 嗯 真的超好喝的 對不對 我小心要喝幾口 Mini你要不要喝喝看 嗯 真的啦 你喝喝看 他真的 真的好喝 真的 可以接受 真的啦 不會難喝啦 不要害怕 真的啦 你喝喝看啊 我不會害你啊 可以吧 不用再加糖了吧 真的啊 還是要糖 還是要糖 而且香蕉味道蠻香的 不會嗎 我喝起來就不 不會喔 對 可是沒有吃到什麼菠菜的感覺 對啊 我也沒有 但是你無形中就把菠菜都吃進去了 但香蕉都吃進去了 然後藍莓這樣子也不酸啊 對啊 很好喝啊 還有加一點檸檬吧 對 對 所以整個糖下都很好喝的 其實這個我是第一次挑 哈哈哈哈 這一杯我是第一次挑 因為 最近又要出那一杯有改的書 然後 然後我們全家都變成是我的試驗品 對 每天早上起來 先打一杯給他們試喝 喝不一樣的就對了 對 有時候也會有地雷啦 對 但這一杯真的不錯 對 有一次是紅蘿蔔加蒜頭 那時候哥哥還在 他叫我已經喝一口 我說 什麼東西 紅蘿蔔加蒜頭 紅蘿蔔加蒜頭 結果勒 就很辣啊 他蒜頭加超多 我那喝下去 根本都不知道紅蘿蔔一直喝到蒜頭 那天其實是我跟哥哥先下來 然後我已經先把哥哥下一遍了 然後他本來早上還清醒不了 然後他喝了那一杯 完全清醒 完全 他說完全醒過來 然後他哥哥就是不跟他說 對 然後等他下來以後 又叫他喝 換他下來 不用他說我就有先 我就有接心了 我已經有心情準備 一大堆 就 不過那個也不會 因為就是辣了一點 但是我覺得味道也不差 對 反正 當然要嘗試看看 對 好我們來試吃一下囉 我來拿一下 給我們精髓 評鑑一下 菊姐做的一定就很好吃 光看就很好吃 對不對 對 對 這個真的很癒癢 好 謝謝 這個我也沒吃過 我們吃吃看 他幾乎不用什麼 沒有什麼調味 好吃耶 可以再鹹一點 對 但是其實這樣子也OK 其實這樣就OK 對 那如果我爸爸要吃 應該是這樣子就好了 對對對 他如果說怕不夠味道 就是再加重一點味道 可是好香喔 對啊 嗯 這滋味真的不錯 真的蠻香的 因為其實剛剛早餐 也蠻適合的 真的 可是如果早餐 有人就是不吃荤的 吃素的 就是把魚拿掉這樣子 對 對 對不對 嗯 好 再來吃一下 我們的 湯 你喝一下這個 蚵仔湯 哇 滿滿的蚵仔 你看這個蚵仔 然後你看這個薑絲 對 哇 超飽滿的 對 而且這個是我們自己熬的大骨高湯 對 好你一定要在外面要多補一下 對 不常沒得這樣補這樣 當然囉 而且煮這道這樣薑絲湯就很簡單 對 真的 喔好好吃喔 對 我們每一道都好好吃 這個真的好好吃 對 那個肉很嫩 很嫩 對 然後那個蚵仔 嗯 真的 真的好 對真的說不出來這蚵仔怎麼這麼好吃 對 然後湯頭真的非常好 湯頭很棒 對 而且不會很油膩 對 對 然後那個薑絲 也配得剛剛好 對 然後最後 你一定要喝上 銀耳湯 對這個銀耳湯 對 好 好 好 一口 你來吃哪 好 你來吃 你來吃這個蚵肉湯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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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個蚵仔好大 都沒有縮水 你看 你看這個蚵仔這麼大 然後這個瘦肉好好吃喔 這個蚵仔冰起來更好吃 這個就是你熱的也可以吃 冰的也可以吃 對 都想喝 非常好吃 有好吃嗎 好吃齁 你明天吃 蚵仔營養有夠嗎 也不可以吃太多 蚵仔也不可以吃太多 但是還是不能不吃 對 你知道我爸就是吃那個牛肉丼 就非常非常的好 對 所以我爸每次只要牛肉丼沒有了 他就一直跟我要 對 但是我爸現在用牛肉丼 吃得好嗎 我爸現在那個牛肉丼在維持他的營養成分 然後每天就是當早餐這樣吃 對 非常好 好 那對於我們今天的料理 如果有什麼任何的問題 歡迎到我們的FB去留言 然後如果有問題要請教我們 真漂亮的啦 我怎麼答案共存 剛剛應該有差不多什麼都抽獎 等一下要抽 對 然後趕快喔 趕快 我已經透露了 對 然後我們這個真漂亮的營養師 有問必答 所以你們如果有問題 可以趕快來問他 然後最後我們一週兩天 解放你的料理魂的週末大廚 那要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那也希望每個禮拜五 我們都可以在這邊相聚 那接著跟大家說掰掰吧 掰掰 哈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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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咦